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今天给他会介绍的主角就是这位来自美国的克莱耶 本场比赛 泰勒并没有出战 本场比赛 克莱耶的最大机关对手就是这位来自巴西的桑多斯 比赛到底有多激烈呢 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欣赏精彩的画面 比赛开始后 克莱耶在第一跳的时候表现一般 这一跳克莱耶跳出了16米89的成绩只排在第三的位置 今天克莱耶似乎比较慢乐 在第二跳的时候更是没有踩到踏板 只跳出了16米86的成绩 而桑多斯在第二跳的时候虽然踏板也并不理想 不过这一跳三多斯还是跳出了17米22的成绩占据第一的位置 而来自葡萄牙的尼尔森在第三跳的时候就爆发了 这一跳尼尔森跳出了17米40的成绩逆转占据第一的位置 而尼尔森这一跳也创造了该年盖项目的世界最好成绩 或许是对手的爆发也激起了克莱耶的斗志 前三跳结束后克莱耶的排名下滑到第六位 不过好在克莱耶在第四跳的时候也爆发了 这一跳不管是冲刺还是踏板 克莱耶都做得非常到位 这一跳克莱耶跳出了17米43的成绩逆转占据第一的位置 克莱耶这一跳再次刷新了该项目的世界最好成绩 而巴西的三多斯也不是一个省油的灯 在第五跳的时候 三多斯跳出了17米41的成绩逆转占据第二的位置 最终克莱耶凭借着17米43的成绩无形的夺冠 而三多斯以17米41的成绩获得亚军 二者只差了0.02面 而尼尔森以17米40的成绩遗憾此获得第三名 从前三谈结束只排在第六的位置 再到第四调的爆发逆转夺冠 只能说克莱耶的能力真的太强了 要知道就在2019年的时候 克莱耶更是跳出了18米14的成绩夺冠 成为仅次于爱德华之和泰勒之后的历史第三好成绩 和世界纪录仅差了15厘米 只能说克莱耶的未来可及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了 看机台体育赛事 与我大舌头相伴 我们下期再会